单身30年的女人有多可怕 看到男人就绷不住了 只见她操起煤气罐 瞬间将人干趴下 随后将男人绑在椅子上 为她吃下几粒小胶囊 不多时 一种难以抑制的感觉 涌动全身 男人想挣扎 却动弹不得 女人趁此机会 开始了禽兽行径 所以说 男孩子出门在外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这个丧心病狂的女人叫马林 她在一家加油站工作 平时工作兢兢业业 勤奋认真 唯一不足的一点 就是35年还没谈过恋爱 连男人的小手都没摸过 于是马林决定主动出击 看到路边的呆战的老头 她走上前去 请对方去自己车里一聚 可惜被对方无情拒绝 马林没有灰心 她又把目光 放在了进店的客人身上 推荐男孩买一款坚果 远看自己不买 马林就不走 男孩只好拿了一袋坚果 没想到刚出货柜 就随手扔了 马林无奈 她又跑到男厕所打扫卫生 遇见前来方面的客人 她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 直到对方怒目言睁 才不舍离开 反观同是小美 为人冷漠刻薄 但因为有着傲人身材 颇受男人喜爱 甚至连托顶老头都来献殷勤 自己的鞋垫不舍得穿 要送给小美 没想到小美却一把甩了过去 说给自己买鞋垫的人 都排地球一周了 哪轮得到你 老头失魂落魄地离开了商店 汗得汗死 落得落死 马林也是醉了 她冲到门外 对老头说 她不要我要 这个鞋垫我特别喜欢 没想到老头却直接转身离开 不想跟马林都说一句废话 回想这些遭遇 马林不禁有些失落 没想到小美火上浇油 嘲笑了马林一番 这让她无地自容 当场委屈落泪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背着包来到超市 管事店里没有其他客人时 她直接掏出枪支对准小美 原来这是一个有备而来的劫匪 她让小美把钱全都装进包里 否则自己就大开杀戒 在美国这样的事遍地都有 小美习以为常 丝毫没有恐慌 她表示 钱都在保险柜里 只有老板的钥匙才能打开 听到这话 劫匪泄气了 她本想换一家试试 没想到旁边的马林 却一把拿过背包 亲切地对劫匪说 你需要多少我去拿 保险柜根本没有钥匙 我们俩的指纹就能打开 这波操作 把小美和劫匪都惊呆了 马林屁颠屁颠去拿钱 出来时 她特意照了照镜子 觉得这次自己脱单有望 劫匪第一次觉得 抢钱也就这么回事 便去一盘喝咖啡 就在这时 有顾客进屋买东西 小美灵机一动 在发票上写下求助信息 可纸条还没来得及给 就被马林一把抢走了 求救机会被自家人弄断 小美无语凝掖 看到钱这么容易到手 劫匪开心坏了 她本想拿包走人 结果马林却提出了一个请求 劫匪懵了 但她这个年纪 不知阿姨好 错把背包当成宝 见马林拒不交出 劫匪有些激动 她将马林甩在地上 随后掉头离开 结果小美看不下去了 张口骂劫匪是个孬种 自尊心受挫的劫匪 当即和人对骂开来 为了彰显男人魅力 她直接上手 把小美从柜台拽出 然后命令马林锁好大门 自己要跟小美去杂货街一趟 这残忍的一幕 却让马林心声嫉妒 她乖乖锁好了大门 心里的潘多拉摩盒渐渐开启 自己这么主动 冒着被逮捕的危险 可还是惨遭拒绝 还被同事得逞 她再也输不了了 马林决定主动出击 把握幸福 她来到咖啡机浇了一壶开水 然后来到杂货间 趁人不注意 她泼了劫匪一脸 劫匪被烫得一机灵 是手开枪打死了小美 马林顾不得害怕 拿起煤气罐将杰斐拍晕 看着面前的两人 马林只沉默了十秒钟 就开始动起手来 她将杰斐绑在椅子上 将尸体放进垃圾袋 随后清理现场血迹 就在这时 杰斐悠悠转醒后 她意识到自己刚才杀了人 马林肯定会为同事报仇 于是当即忏悔起来 求对方不要伤害自己 可没想到 马林只在乎 她为什么不带自己走 为什么选择小美 不选择自己 听到这话 杰斐显然愣了 在欺认对方没有报警后 杰斐寻寻善诱 说自己 其实喜欢的是马林这一款 随后劝她放自己离开 马林有些心动了 但在此之前 她要完成一件事 女人正对着手机练习撬臀操 还呼唤身后的同事一起运动 可没想到 马林刚试着扭动臀部 就被女人录视频发到了网上 马林想让对方删掉 可同事仗着自己人美波大 根本不理会 她欺负小美 辱骂客人 甚至和劫匪对打 最后被一枪抱了头 现如今 超市里只剩下马林和劫匪二人 看着男人纳俊敲脸蛋 马林吞了吞口水 他俩到超市成人区 拿了两粒胶囊 骗劫匪这是止疼药 傻白甜的劫匪 就这样张口腹下 结果下一秒 劫匪嘴巴就被胶带封住 不住十分钟 劫匪感觉呼吸急促 全身上下开始不舒服 等到药物的作用完全上来 马林便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可万万没想到 半个小时过去了 劫匪在药物的作用下 依旧不妥协 在拼命挣扎中 她自个儿壮晕了自个儿 马林看到这人如此顽强不屈 也不再强求 想到自己35岁还没谈过恋爱 没有一个人喜欢自己 她彻底绝望了 于是拿起劫匪的手枪 对准自己 想要彻底从世界上消失 可最终没有下得去手 马林痛哭不已 就在这时 死匪的同事男友大壮来了 她来接女友下班 但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没人接 马林自然不敢告知同事的下落 谎称她跟陌生男人走了 听到这话 同事难以我气急败坏 以为是之前给女友发过 暧昧短信的男子 于是当即出门寻找女友 马林知道这样下去 一切都要暴露 便打算掩埋好同事尸体 解决掉劫匪后就离开 就在她去拿铁产挖土时 一群飞车党来了 他们气势汹汹 来者不善 马林不想事情闹大 之后谎称超市关门了 可对方这个姓 打算直接破门而入 为了隐瞒里面的情况 马林只好掏出手枪对质 飞车党当即掏出了手枪 气氛瞬间剑拔弄张 就在这时 飞车党老大 看了看店门口装有监控 只能带领手下兴兴离开 此时马林才想起店里监控设备 她打算销毁杂物间摄像头的证据 可机器被锁住了 马林尝试多次无故 无奈之下 她一不做二不休 拿起汽油浇灌在超市每个角落 只要加油站没了 今天发生的事就没人知道 就在这时 街道警察推门而住 她表示 在附近看到了一辆通缉犯的车 问马林有没有碰见过什么异常 马林编造谎言 但她那紧张的神情 让警察起了疑心 她依照惯例 对超市例行检查 看到警察即将进入 关押绑匪的房间时 马林只能忍痛举枪 想要连带警察一起灭口 可没想到警察推开屋子 并未发现异常 马林松了一口气 但更多疑惑涌上心头 送走警察后 她快步返回房间 结果发现 劫匪离奇消失了 女人打晕劫匪 随后将汽油洒满超市 她打算一把火烧掉这里的一切 然后远走高飞 可就在动手时 马林发现被绑的劫匪消失了 她出门找了一圈 没有看到人 以为对方已经逃跑了 于是回来接着倒汽油 突然这一切 马林累坏了 这时候 杂物间突然传来异响 马林拿起手枪滋味 结果不小心掉在地上 沾满了汽油 为了安全起见 她放下了手枪 正想先离开这里时 超市突然停电了 马林连忙朝大门跑去 结果发现门被锁死 就在这时 消失的劫匪出现了 她为刚才受的憋屈报仇 见状 马林只能用打火机威胁对方 说整个超市都被自己洒满了汽油 杰匪瞬间不敢再动 就在这时 同事的男友出现了 她四处找不到女友 只能询问马林 趁两人说话的空档 杰匪从后门溜了出去 见人消失了 马林也快步跟了过去 结果发现 后门被堵了个严严实实 等到马林再度回到大门口时 就看到杰匪 正在跟同事男友告状 说马林打死了同事 还要烧掉超市 就在同事男友向马林求证时 杰匪拿绳子勒住了男友脖子 双方开始肉搏 同事男友外墙中肝 很快被压制在地 杰匪见状 直接打开加油枪 往嘴巴里使劲灌汽油 看到这野蛮一幕 马林害怕了 她知道自己的结局会更惨 于是打通了报警电话 结果话还没说完 杰匪就开车撞破了玻璃大门 马林拿起灭火器躲在角落 祈求杰匪饶过自己一马 表示超市的钱都在柜台上 杰匪当即拿上装钱的背包 但她却不想留下马林这个目击证人 她拿起手枪 慢慢逼近马林 看到对方那张脸 杰匪想起半小时前的屈辱经历 瞬间火气变大 她从未想到 自己一个大男人 竟被小姑娘玩弄鱼鼓掌之间 马林解释说 自己只是想找个人谈恋爱 没有其他恶意 再说杰匪也不吃亏啊 马林还在碎碎念 杰匪听得不耐烦了 她直接举枪开火 在枪响刹那 马林往下一蹲躲了过去 而那把手枪因为粘了汽油 瞬间将杰匪吞没 整个超市化为火害 杰匪也成了火人 机智的马林 靠着手中的灭火器逃过了一劫 她逃出超市 双腿严重烧伤 却在此时 街道民警及时赶到 她十分关心马林 这让马林瞬间感到满满安全感 心跳也瞬间加快 原来警察一直喜欢马林 只是内向没有说出来 马林的终身大事解决了 她觉得人生终于圆满了 这部电影虽然是在描述一起加油站袭击事件 但中心点却在马林这位女人身上 她内心渴望被关注 35年的空白期 让她在外人眼中显得有些异类 对于陌生人的小心翼翼和过分示好 更容易让人忽视她 多年的羁押 在这特殊的一天终于爆发 并且选择了极不恰当的方式 但在影片的最后 老演呈现出看似圆满的结局 似乎在劝告人们该来的总会来 爱情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 千万不能强取好躲 对此 小伙伴们有什么高见吗 好了 本期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 收藏 加关注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